原创不易 请随手关注赞赏 这几天在乌克兰最热的新闻 不是总统又宣布干掉了多少俄军人投诉 或者有没有达到莫斯科 而是德国送来的鲍2A4坦克被击毁 遗弃在俄军的控制区里 因为德国的鲍2坦克一直在世界防务圈里享有胜誉 他的机动、火力和装甲都很完美的平衡结合在一起 另一方面 由于西方的宣传 鲍2坦克成为了乌克兰损失惨重的装甲部队救星 然而我们知道世界上没有哪一种武器是无敌的 不存在那种救世主一样威猛的武器力量 除非你是美国大骗看多了 就和当年希特勒指望虎士坦克能在东线打赢苏联红军一样 德国的鲍4坦克再次成为俄罗斯人的牺牲品 从现场无人机的照片看 这些装甲车辆大体完好 鲍2坦克上的北约迷彩也基本完整 推测可能是进入雷区以后触雷放弃车辆 周边的美制M2步兵战车也是舱门打开 如果是战斗中 成员是从底部逃生门撤退 从这次发布的新闻媒体视频和照片看 被遗弃的坦克是一辆爆2A4坦克 坦克上隐约可见北约三色迷彩完好 因为舱盖已经打开 周围的M2步兵战车也是舱门打开 随后俄军在无人机的监视和召唤下 用猛烈的远程火炮火力 对这些仪器的战车进行火力打击 基本上可以判断这些装甲车辆 是进入俄军的雷区以后触雷损失 接着作战人员惊慌失措地丢了战车逃跑了 就和当年的二战德军新开出场的费迪南战车一样 还没训练好的坦克兵 就把战车开进了俄国人地雷区 立马就损失了车辆 由于战斗区域在扎拉罗热地区 该地区仍然处于战火激烈争夺区域 我们只能从无人激发回来的照片 判断分析这些装甲车辆的损失情况 俄军POM-3地雷 这种地雷是智能型的 可以判断人员还是车辆甚至动物 它也能击伤轻型战斗车辆 如果是从装甲车上下来的步兵 基本上遇上就是死定了 POM-3地雷绰号是蒋章地雷 它能通过这种车辆远程大规模投射布雷 从照片上仔细看 车辆上的北约三色迷彩还大体完好 似乎不是被RPG一类的火箭弹突袭造成损伤 也不像是俄军坦克的炮击 空袭和大口径火炮袭击 只能把装甲车辆打回零件状态 所以我们推测这些车辆是进入雷区 关于乌克兰战场的地雷战绩 一直少见媒体报道 比较多的都是乌克兰方面到处扔地雷 因为他们是防守方 相反俄军是进攻的一方 他们的攻势活动比较多 频繁布雷会妨碍自己的进军速度 所以俄军的布雷行动和规模 有受到严格的限制 但如果爆两对俄军阵地采取攻势 那俄军肯定会使用地雷进行阻绝作战 去年就有俄军在哈尔科夫方向 使用POM-3智能地雷 它装有各种敏感的传感器 和简易的计算机设备 这些地雷会根据传感器采集的数据判断 周围经过的是人还是动物 又或者是各种战斗车辆 然后地雷再决定是否要消灭目标 它还能隐藏自己的埋伏地点 一直到对方进入杀伤范围内 才会主动引爆 专门对付重装甲的PTK-M12地雷 它会主动探测敌军车辆目标 然后高高跃起发射一颗弹药 贯穿坦克装甲 虽然体积很小 但足以让坦克集群瘫痪无法作战 如果是专门对付爆二这种重装甲目标 俄军还会使用另一种杀器 PTK-M12地雷 这种地雷不是传统那种把履带和底盘炸了就完了 它会在敌军装甲车辆靠近的时候自动触发 然后飞上天空发射弹药击中地面的坦克车辆 这种地雷使用声波之类的传感器 去主动找到那些附近的敌军车辆 它的计算机设备还能分辨敌我型号 一旦发现目标 就会使用一个喷射发动机 把弹药射到空中 再用战斗部发射一枚高速弹丸 贯穿底下的车辆装甲 即使是比较先进一点暴势坦克 也应付不了这种案件偷袭 由于智能地雷的隐蔽性和智能作战方式 让乌克兰人防不胜防 地雷可以用各种方式洒波 甚至还可以投射到乌克兰人防线后方的路线上 如果这些暴势坦克作为前线的支援力量 赶来突袭俄军阵地 可能半路上就会被地雷炸了个人仰马翻 由于地雷这种隐蔽性和主动的偷袭方式 让防御的俄军拥有了能有效打击暴势坦克的手段 乌克兰目前的资源匮乏 无法有效应对这种消耗性的战争 况且这款地雷还能用各种车辆载具撒波 在后方碾上一颗地雷恐怕更是头疼 对地雷乌克兰也不是没有准备 其实乌克兰派遣了大量的扫雷车担任扫雷任务 但结果是惨烈的 在扎波罗热前线 乌克兰军队一波送掉了芬兰提供的所有三辆爆2RHMBV重型扫雷车 可以说俄罗斯的地雷震战术大获成功 乌克兰这仗打成了地雷一扫雷一扫雷装备 被摧毁一部队被困一其他部队救援一扫雷一扫雷装备 被摧毁一部队被困的模式 有部队的网友就透露 俄罗斯的这种战法 其实我军早就在演习中使用过 在诸日荷兰军用以地雷为主的防御体系 搭配火炮打得进攻的红军一方抬不起头来 在一个龙崖口就瘫痪了六辆坦克等装甲车辆 简直神预言了如今的俄乌战况 事实证明 鲍尔坦克和其他普通坦克一样 不是什么无法摧毁的神器 它也无法给乌克兰军队提供安全感 上次叫嚣着要用新式武器 打进俄罗斯本土境内的应该是海马斯火箭弹 现在过了这么久 俄军仍然盘踞在东乌克兰境内和乌军激烈交火 靠新式武器打赢战争 只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喜欢本文的朋友 还请多多分享转发 大家有什么有趣见解 欢迎在下方留言讨论